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全球萬事 直到永遠 大家覺得我可能唱歌這個部分 不是我的專長嗎 武功都不會的 我們來訓練小兵 自己的專長 自己都沒被訓練過 還要訓練什麼小兵 被調查局認為 捲入大陸學生周鴻旭共諜案 王秉中很無奈 網友更苦手 英國特務代號是007 疑似共諜案的王秉中代號087 電影中的間諜 不管是紳士命令 到金牌特務 還有007 Tom Cruise 每個都是武功高強 現實中的間諜是這樣嗎 侯漢廷他應該比較會的是黃妹調 所以現在不是說 侯漢廷的綽號叫遠山嗎 我們都曉得他叫遠山嗎 他就喜歡唱 自嘲難道要用施吼弓 唱黃妹調當間諜嗎 檢調抓共諜引發爭議 軍情局退役少將陳虎門就說 這樣抓共諜 大陸看了大概會笑 以共諜周鴻旭隨身諜的資料 就當成證據太粗糙 因為情報單位執行任務 預先考慮施封被捕 沒有人會把工作計畫留在身邊 周鴻旭的案子 可以稱得上共諜案的話 很多同事都要開完 可能我們早就反攻大陸了 情報工作相當機密 檢調大動作搜索 鎮人王秉中等新黨青年 不只引發花然 也讓各界嘲諷 按照檢調標準 間諜跟電影演的也差太大 記得李孟昌的家園 台北報導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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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